太阳正常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在今天经纬点评当中 想来谈的话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照讲大过年的 对不对 新闻都要讲一点比较喜庆一点 或是吉利一点的东西 那战争这种痛苦一般尽量避免 可是今天还是要跟各位来谈谈 最近在中东的战争 到底对世界有多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看到 不管是俄乌冲突或巴乙冲突 好像就在眼前 但是似乎又十分遥远 因为我们完全闻不到那种硝烟味 也听不到龙龙泡声 但是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 那就要听我道来 我想我们小的时候 常常会讲到西方西方 那指的就是欧美国家 西方 那后来有一天 我去参加一个 这个长辈的这个过世 去参加葬礼 看到上面写西方极乐世界 那顿时之间 当时有点混淆 那这个西方是不是真的是极乐世界呢 只有去了才知道 没去都不知道 好了 那此西方非彼西方 那当然在当时 大航海时代之后 实际上在世界有两大文明 一个是亚洲的天朝上国 这个就中国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欧洲国家 所以欧洲国家 称这个亚洲呢 叫远东 离他们近一点的叫近东 为什么 因为在东边嘛 对不对 欧洲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过去一点叫中东 地中海过来叫中东 再过去叫远东 那在这个天朝上国这边呢 就称那边为西方 因为在西边嘛 西方 所以怎么讲呢 这个西方是 中国指的是欧洲 没有美国的份 美国是这两百年的事 早在那个五六百年前 那个时候根本是 这个世界上 就是两大文明嘛 这个大概基本上 构成了世界的格局 随着世界的发展 世界格局在变 当初那个麦金德啊 在那个等于算 19世纪的时候 提出了所谓中亚心脏理论 说谁拥有中亚 谁就拥有世界的心脏 但是心脏心脏 心脏啊 交通不便 这个呢 这个大家是 这个无法啊 这个经常啊 在那个出入啊 所以呢 不像心脏 心脏是有血管 动脉啊 静脉啊 什么啊 绑子绑子在那里啊 那这个中亚心脏呢 这个理论呢 是理论啊 但实践上呢 有困难啊 这个 这个海拔又高 交通不便啊 那么明明呢 就几公里要走几天才到 那太难了啊 好 那这个心脏啊 就慢慢实际上 已经因为海权论啊 这个海权呢 在大航海时代之后 这个 谁在海上称霸啊 谁就是老大嘛 对不对 所以从当年的西班牙 无敌舰队 后来被英国击败 英国称霸 对不对 那后来呢 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在太平洋战场 打赢日本之后 美国称霸 海上霸权呢 就开始了 那这个海上霸权一开始之后呢 这个重心啊 就开始移动了 往往往这边 等于是往南啊 慢慢再移动 那理论上来讲 你去看现今的世界啊 就像我们住的城市 是这个有很多街道 有很多路口 但是呢 最大的实质路口在哪里 没错 在中东 各位注意到这两天新闻啊 说什么呢 说这个英国人啊 快要没有茶喝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茶叶是从亚洲 经过苏伊士运河 运到英国 现在因为红海危机 茶叶不来了 好 那这个问题呢 就大了 那当然这个事态的发展 看得出来 这只是一个缩影 英国人没茶喝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代表 实际上代表什么 这个十字路口啊 打结了 就像我们常常开车 开到十字路口 万一发生车祸 是不是大家都停下来 东南西北 都停了 所以这一次啊 在都中东啊 发生的这种 所谓车祸 就是巴以冲突啊 你严格来看就像一场车祸 那现在这边乱成一团啊 对不对啊 那这个世界警察 美国呢 这个出面处理呢 看起来能力不太好 两边呢 这个出了车祸 打起来了嘛 那旁边围观的 地刀子的 什么都来了啊 那这个大家后面 这个东南西北都堵住了 那怎么讲 那我们如果讲西边 欧洲嘛 对不对啊 那这个东边 中国嘛 这个亚洲嘛 北边俄罗斯 南边非洲 那处在这个十字路口中间的这个 这个大户啊 就是这个中东国家 当中最大的叫沙特 这个沙拉曼王储啊 那就处在这个十字路口中间呢 当然他一目了然啊 现今啊 这个路口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发生了车祸 警察来处理 那看起来这警察能力有点不太够啊 昨天我们还聊到 警察现在正在招募这警长啊 在招募一个副警长啊 这个小日本啊 日本啊 大日本大日本啊 他们都叫大日本 跟着他呢 去世界维持秩序 好 那整体来看呢 这个盘啊 就一目了然 其实当然每个地区啊 还有接口啊 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十字路口 就在中东 我们刚刚讲心脏在移动嘛 因为那边交通不便嘛 这边好嘛 就来了啊 好 中东的问题啊 就前两天 我们看到印度总理莫迪啊 跑去了阿联酋 对不对 没有直奔沙特去阿联酋 为什么 去表态啊 去表态 因为在以巴冲突之后啊 实际上呢 印度是支持以色列啊 因为印度以前跟巴基斯坦不对派 对不对 他希望呢 有人给他撑腰 他找谁呢 找邻居 中东国家 支持印度啊 对付巴基斯坦 对不对 这个印巴嘛 印巴打过仗啊 要这个啊 那巴基斯坦但找中国撑腰啊 所以有巴铁这样来的 那当然呢 这一次呢 为什么一反常态 突然啊 表态支持以色列 美国嘛 对不对 当然这个印度的莫迪啊 实际上呢 过去有人说你印度啊 就是中东的一部分 他不承认 No 我印度是我印度 中东是中东 哎 有格调 对不对 但现在他知道 必须跟中东啊 做捆绑 所以啊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略上面呢 他开始支持以色列 那个也就不言而喻嘛 就是迎合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调子啊 就跟着走了那么一下 但是他又不能割舍 这个所谓的中东 这个关系不能不能就这样毁掉啊 所以他去弥补一下 那这个前天跟昨天 都在这个阿联酋回来了 因为过去印度啊 最大的外汇收入啊 不是出口什么 这个这个印度的这个大米啊 或者是印度的什么这个产品啊 咖喱啊 什么不是 是劳动力 印度的这个外籍工人啊 在中东啊 中东这样讲啊 中东地区国家都很有钱嘛 对不对 那那这个国家里面王子一堆啊 大家都王子啊 那都贵族啊 基本上呢 出火没有人干啊 那基本上就是在外面太阳底下的劳动力啊 都是印度人居多啊 那室内的劳动力呢 菲律宾人居多啊 基本上就包了 就这这两个国家的人最多啊 然后呢 因为穷嘛 大家就就赚那个钱嘛 寄回去 所以每一年啊 大量的这个在创会啊 在在这个 这个海湾国家 大量的印度这些移工啊 就是所谓的外劳啊 赚的钱 这个那边大概有 也没什么娱乐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那个地方 这个喝酒 这个不可能的啊 什么还有声色场所 通通给你砍了 对不对 很严的啊 那个宗教很严的啊 就乖一点吧 就不乱花钱 钱就寄回家 那过去印度是看了这个份上 但现在地缘政治改变 中东国家 尤其那个沙拉曼上台 开始不理美国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美国 使要沙拉曼的事情不放 当年卡苏吉这件事情 卡苏吉理论上 也是沙特的人啊 但是后来啊 跑到美国 不对盘嘛 就天天骂王室 那最后呢 据说了啊 王储啊 就设计一个机会 让卡苏吉呢 去了这个 等于沙特驻外领馆 那就给拒了 就给拒掉了 好像土耳其的吧 这个沙特在土耳其的领馆 他去办签证 然后就有禁没出了 就再见了啊 人间蒸发 那当然后来这个情报机构说呢 据说他们监听到呢 卡苏吉的惨叫 然后 然后就没了 那美国就给沙特施压 沙特就办了一批人 那这件事情就了了嘛 但也看得出来呢 美沙关系啊 掉到低点 这些坦白讲 各个国家啊 这个领导人啊 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脏活 对不对 当然不是他指挥的 下面的人会去干这种脏活嘛 对不对 美国过去都睁只眼闭只眼 历史悠久的很啊 美国很多事情是视而不见啊 双农标准 没看到 但那一次死咬不放啊 对不对 死咬的王主沙拉曼 那怎么办呢 沙拉曼就怎么办人哦 对不对 但是两子结了 沙拉曼知道 现在美国啊 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不像二战刚结束时候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乱成一团嘛 对不对 我们就讲嘛 光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各怀鬼胎啊 这个每个人脑子都不在想什么 副总统想夺位 对不对 那个总统呢 又一听到我忘记事情 所以呢 这个那个又一个胡言乱语 反正哎呀 这个沙拉曼会觉得 这群人啊 西方政客啊 太太那个了 对不对 算计太会算了 所以你看这是巴以冲突 怎么起来的 以色列打到今天 拜登讲话没用 我不相信 以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如果美国今天非常的坚持 以色列你立刻给我撤出加沙 不撤 后果自负 你看撤不撤 一定怪怪撤 对不对 你嘴巴说我劝告你啊 你不要啊 你要保证那个加沙地区民众的安全啊 什么 那个那个客套话套话套话 阿拉伯人不笨的 阿拉伯人有钱啊 书读的都很好 都在英国上大学的 跟王室的那些王子们 他们都是高等教育啊 不是说那种文盲啊 你你忽悠他 他懂啊 懂嘛 所以沙拉曼现在就知道这件事情啊 谁在后面 对不对 当然有人唱黑脸 有人唱白脸 那这件事情呢 也就也就这样了啦 对不对 但是咱们呢 防人之心不可恶 所以你看啊 这个沙拉曼啊 在前年 跟中国当时啊 已经邀请习近平去访问 接着呢 也跟伊朗和解 沙拉曼知道呢 如果今天真的要甩脱美国啊 唯独就是什么 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但是过去呢 他都依赖美国的武器嘛 对不对 俄罗斯的武器呢 又现在呢 自己分身法术啊 所以呢 这个沙拉曼呢 非常希望业用中国的武器啊 来提升他的军事力量 对不对 你自己先要壮大 就像我们要干嘛 要先蹲马步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腿劲儿练好 你才跳得起来啊 对不对 不然人家一脚一踹 你就躺在地上了 所以蹲马步很重要 那沙拉曼呢 这个当然跟中国 就是开始密切接触啊 有两个层面嘛 第一 这是他的最大客户啊 对不对 买他的油买最多 那将来将石油呢 变成化仙啊 这个让石油呢 延续生命 因为现在大家开电车 没有人开汽油车 那怎么办 哎 把石油变化仙 大家都穿衣服吧 你开电动车也不能光了 绳子去盖啊 你还是要穿衣服 衣服就是我石油做的啊 好 那好歹跑不掉嘛啊 那中国可以做到 别人做不到啊 所以呢 阿美石油啊 在中国投资一大堆啊 跟中国合作 做化仙啊 所以各位身上穿的 都是石油产品啊 石油产品 副产品 副产品啊 好 那所以呢 中国的经济上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一带一路 还有庞大的经济力 第二 中国的军事力量 军火 对不对 听说最近啊 呃 这个歼10C 各位注意到啊 有一则新闻很有趣 说歼10C啊 参加啊 沙特航展之后呢 这个回国了 呃 直接四千多公里啊 飞了五个多钟头啊 一口气啊 飞回家了啊 这个完成任务 跟祖国人民问好啊 这个这样子啊 看似啊 这只是一个八一飞行表演队啊 去参展 但是最重要 各位要知道 中东国家现在啊 战斗机都要买歼10C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任务啊 我们平常出任务啊 是有级别的 对不对 因为很多那个空中打击任务啊 你要用到歼 比如说F35 那个又贵又不好 对不对 美国听说F35 还有那个所谓的 这个密码程式啊 你不听话 它遥控远方给你关机 你飞机飞不上去啦 或是你的那个性能加速 上不去啊 它玩得这样啊 那当然歼10C呢 就理论来讲 现在不断的升级啊 性能已经超越了F16V 这个性能 它的雷达啦 它的这个飞弹啦 什么这些 很强大啊 很厉害啊 对不对 很有影响力啊 那当然呢 价格又好 对不对 性价比高 所以整体那么一看下去之后呢 歼10C啊 现在伊朗有兴趣 埃及有兴趣 沙特有兴趣 对不对 那我有高端中端 不同的级别的飞机 出不同的任务嘛 平常巡逻 你说我买F35来巡逻 那个维护成本太高嘛 对不对 那歼10C很好又耐用啊 所以呢 听说歼10C啊 这个沙特买军火 很厉害 钱不是问题 但据说都要中国技术转移 像最近订了那个彩虹4 无人机 人家一口气订500架 前面可能是50架 中国制造 后面全部在沙特生产制造 那个这跟东风3啊 当年啊买东风3 沙特买东风3那件事情一样 当时是威慑 对不对 但是后来沙特 美国给沙特斯压各方面 那那个东风3 后来就打住了嘛 就停了 没动了 那当然呢 现在这个王储上来 他不会只买武器 他还要买技术 美国不会卖他啦 法国也不太会卖啦 对不对 中国有可能 听说歼10啊 也是一张订单啊 据说现在超过100架 坚实的订单 也是啊 要在沙特组装 那英级21 听说也是这样 还有那个无人机啊 什么防空雷达啦 什么一大堆啊 通通都是前面 少部分 你中国制造 来了以后 教我怎么组 然后接着 在我这生产 我要技术啊 沙特曼有愿景啊 沙特曼前两天啊 还开了一个会 找谁开 找非洲 这个沙特 跟非洲国家联盟啊 非盟啊 开了一个会 推动 这个中东跟非洲贸易 先拨100个亿 推动贸易 拨100个亿 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港口 通讯 什么都行 好 100亿 发展非洲经济 250个亿 放在那里 对不对 我们要把这个非洲啊 这个糊落起来 250个亿 那么一看 350亿啊 就砸到非洲 为什么 四支路口啊 他知道啊 往南啊 这条路啊 要打通 打通啊 往南啊 非洲现在 看起来是冷门嘛 对不对 落后嘛 但是啊 要打通 打通 其实对中国的一带路啊 很重要 因为现在往欧洲 你等于往西走 这边 还是有点障碍嘛 对不对 往北走 俄罗斯这边 有战争 那怎么样 往南走 那那个沙特 当然 乐观其成啊 所以你看 这个习近平 访问沙特之后 那个拜登去 是什么样的规格 习近平去 是什么规格 你就知道 沙特王储 现在正在四支路口 至关重要啊 现在这个四支路口 虽然有车祸 并不代表 这个四支路口 从此不通 那美国还在玩那些 老把戏啊 对不对 你看前两天 国务院呢 通过了一个 援助什么乌克兰 什么以色列 什么什么 还什么台湾 什么一个法案 捆绑 捆绑 参院 现在众院是不会过了 八成不会过 共和党不可能给他过 对不对 那个就是 吊吊泽连斯基啊 说哎呦 我们你看 我们多有诚意啊 但是就知道 国会很坏 不让我们给你啊 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这样玩一下 泽连斯基别想 一毛都拿不到 在这个法案里面啊 虽然拿不到钱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要给以色列140亿 援助以色列 干嘛 打巴勒斯坦人啊 对不对 继续打巴勒斯坦人 现在加沙地区 谁有反抗力啊 还给140亿 他援助加沙地区的难民啊 美国也给钱 也保在这个法案里面啊 他是乌克兰难民 这个加沙地区难民 还有这些附近 所有跟这个战争有关的难民 拨了91.5亿 单给以色列140啊 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个战争难民 91个亿 你就知道 这个美国就是在给以色列撑腰 这件事情 大家心里有数吗 你看数字会说话 光是编列预算的时候 你怎么来这140 那边是90几大家分 对不对 加沙能分个 二三十都偷笑了 给以色列140去好好的修理 加沙 你看 这什么逻辑吗 这什么逻辑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重院啊 我想这些国会议员啊 应该有良心了 这个案子是不能过了 太离谱了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就看起来在四肢路口的这个中东啊 呃 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印度啊 很怕被踢出去 对不对 所以前两天去了 阿联酋 哎 这个看看 哎 这个最近啊 这个阿拉伯世界 这些大哥啊 对我支持以色列的反应啊 因为以色列还念念不忘 什么i2 YouTube的 美国当年啊 为了阻止中国的力量啊 进入中东 就拉个什么 他提议很聪明啊 我美国带头 美国带头 以色列的科技啊 阿联酋的至今 印度的劳动力 咱们来个i2YouTube啊 这个 好像你农我农啊 但说了半天 雷声大雨点小 阿联酋的钱呢 也没动 以色列也没动 然后呢 这个美国也没动 现在是印度籍啊 希望i2YouTube啊 去推 但没人理啊 这个东西啊 是莫迪念 念之念之不忘的啊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中欧走廊 在G20的时候呢 给莫迪画了个大饼 这个印度要去欧洲嘛 你怎么走啊 不需要去绕 中东嘛 但美国那时候设计一条舟 从印度出来先海运 对不对 到了中东之后呢 坐铁路 在中东里面绕啊绕啊绕 然后呢 到地中海 再坐船 去欧洲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呢 是 是这个没有经济效益啊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货运主啊 我要运送我的产品啊 这条路线的运费一定贵 我走海运都比便宜 中欧班列也便宜 我走这条线一定贵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就是啊 这个美国设计这两个案子 就是要防堵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好 那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 现今世界的局势啊 这个不是都是大家都不懂啊 对不对 大家都懂啊 那当然呢 也看得出来中国的责任越来越重 那沙特未来对中国的这个 期盼支持啊 需要是越来越大 对不对 因为沙拉曼一个人呢 在中东也是蛮孤单的啊 那基本上他现在准备跟美国划清界限 那跟欧洲呢 这个大概小马还是很支持 小马做生意啊 载商严商啊 这个买飞机都好啊 但是在某一些政治立场上 未必会跟着中东走啊 那俄罗斯现在分成法术嘛 对不对 那非洲国家 这个能力有限啊 但唯一就是来自东方 这条马路的啊 这十字路口东边过来的 中国能够带给中东希望 带给未来 那当然首先 这个十字路口还车祸还没解决啊 中国这两天啊 正在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啊 协调两方啊 这个车祸都发生了 咱们呢 这个看怎么样去解决嘛 对不对啊 这个炒没用 打没用啊 但据说呢 这个也不要说据说 事实上美国是不希望啊 这个车祸立刻就和解啊 继续 你们把这个路口啊 就停在这里 四面八方大家赌就赌 不要动 让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啊 就卡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当然这不符合啊 整个人类的利益嘛 但是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啦 因为美国人呢 基本上呢 不喝茶啊 他们不喝这个亚洲茶 而且太平洋航线 亚洲的货物走太平洋 跟红海没关系嘛 影响最大的是谁 是中国跟欧洲嘛 对不对 懂了吧 大家懂了吧 懂了吧 好 所以呢 萨拉曼也懂 我们都懂 所以呢 这个中国将来在中东啊 还需要好好努力 对不对 我们大家一起 动好马步 做好准备 迎接未来的挑战 好吗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 那当然呢 这个外面有些噪音啊 有些噪音啊 那但是不影响 我们节目的进行 好吗 那也谢谢各位支持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要订阅支持一下啊 订阅的 帮我分享一下 我们就明天 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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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